嗨 大家好 我是莱莉 最近和手毛哥一起去了趟韩国 那继续我们的美食脚步 看看首尔有哪些好吃的餐厅 晚上预订这家就在景福宫旁边 所以会看到很多这样特地过来拍照留念的游客 在这条幽静的小路中 慢慢走到了我们今天要来打卡的这家米其林新餐厅 Ogym 在亚洲50家餐厅里排名23 来到四楼 首先是一个敞开式的工作空间 一共六七张桌子都拎着窗 可以看到路边刚冒芽的银杏树 菜单虽然比较简单只写七道 但实际吃下来基本还是有十一二道这样子 这上面介绍了一下他们的创作源泉 主要来自有数百年历史的食谱书 是家有研究所兴致的餐厅 菜是总体比较清淡 所以餐具有朋友选来看南法罗纳河谷焦黄星宝的白 前菜四小碟搭配这个杜鹃花做的年糕饺子 我们在首尔路边也会很经常看到这杜鹃花 咬开里面它是红豆馅的 四种风干过的左口小菜 这是撒了虾干粉和牛肉干粉的紫菜片 盒里面这种小鱼做的鱼干 无敷制炸米饼配的野菜干 以及夹了奶油芝士和风干牛肉的香瓜 第二道是带着米糊汤汁的鲍鱼粥 它家基本上整体味道都比较清淡 用的都是自然食材掉鲜 没有太多那种很激烈的工业化味道 这里一年换四季菜单 所以春季就会比较多吃到那些绿植野菜那些 就是用河豚鱼皮松子和食酥拌的一个绿豆粉 配了一个这样的清口水泡菜过度 主菜第一道是这个河豚鱼芝麻汤 吃起来有点像那种韩式的豆浆面 比较浓稠 是用鸡汤混合了芝麻汤底一起做的 有炙烤过胡椒风味的河豚鱼肉 海参 以及这个芝麻薄饼和蛋皮 第一道隐藏菜 这没有在菜单里 可以理解为淋了点酱汁的一个刺身拼盘 主要有海翘 白虾 红豆这些 还放了肉冻和茴香 海翘味道比较霸道 会浓烈一些 顶藏菜的第二轮是一个以沙丁鱼和牛肉为主的凉拌菜 这一块有点像削肉 可以夹生姜片和腌制过酸萝卜片一起吃 这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它们叫森巴吉 有点类似于山生的口感 拌过沙丁鱼可以和欧南野菜一起 味道比较清淡 这个带点辣味的吞奶鱼 可以和中间的香菜一起 是没错 很神奇 在这里第一次看到中国香菜 一个很好看的含苞带放的莲花碟子 我准备装接线上这道 右边黄色的是装在蛤蜊壳里的蛤蜊煎饼 它也加了鸡蛋 马蹄叶和蛤蜊肉一起混合烤制 会吃到一层淡淡的鲜味 伴随着蔬菜一起慢慢释放在口腔中 这个是韩国人日常也比较爱吃的明日菜 裹了成很薄很薄的炸一炸出来 主菜上这个含牛 一般米其林餐厅会比较多的用到一家家等级 算含牛里最好的品类 这里也是 它这里没有很直接的就把它拿去煎牛排 而是做了一些串制的炭烤 部位选的是腿肉和稀冷 中间还夹了一些泡菜 丹龟和大葱做搭配 所以吃起来味道也有一种不一样的新鲜感 在一个酸甜的清口蔬菜之后 主厨专上了一份今天我们的主食 用东海蟹肉和防风做的石锅拌饭 还配了回香蜂蜂鱼汤 喝起来鲜味中透着一丝淡淡的回香香气 淋上点这个姜绿色 用蟹内脏做的一个佐料 这点睛之笔就是讲真了 瞬间炫完一碗 甜品左边黄色的是蜜干雪趴 右边橙色的是蜜干做的哲理果冻 清爽不甜带一点点酸味 上面还撒了艾草粉 茶点上的是这个撒了红枣和栗子碎的卡斯特拉蛋糕 配一壶用几周岛橘子做的橙皮茶 再来一口微甜的蛋白霜松子饼干 结束今晚完整的一餐 不含就人均1100 吃完我们就步行来了旁边 这家上过BEST50酒吧榜单的 颤巴座座 但没想到好多人 等了月末20分钟终于轮到我们了 环境别具一格 是在一个独栋的韩式木屋里 月落乌凉 脾心带月 酒单分了五个部分 它们比较特别的是 用到了很多韩国传统酒元素 做鸡酒设计的特条 而且度数都不低 小伙伴随身带了红绳来给我们解酒喝 有很多本地酒我们都没喝过 所以都想尝一下 比如说像这个三酿春的药酒 名字叫鲜贝的传统酒 和用枸杞熟成了6到8年的蒸柳酒 最后8杯消费1000 下一期我们一起去江南逛逛 下期见啦